前总统陈水扁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是今年六月的募款餐会 眼看双十国庆在即 儿子陈志忠证实陈水扁跟吴淑貞 确定出席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 转接语音信箱 都声后开始击飞 致电陈志忠电话无人接听 但陈志忠死下证实 已经收到国庆大典的出席证两张 父母确定会出席 当天座位安排在北一区12 13号 方便轮椅进出 预计当年一早搭高铁北上 已经向台中监狱送简申请 特别是保外就医的部分 他是要去从事医疗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他所有的行为 都经过专业意识的评断 跟医疗有关 其实扁家在先前520国宴时 就收到总统府的邀请函 当时担心失交 扁家婉拒出席国宴 这回双十国庆大典 前总统陈水扁有意愿出席 但台中监狱迄今尚未 收到正式的书面申请 目前距离双十国庆 还有一个工作天 扁家申请有没有可能一天过关 外界都在等着看 这里就有佩儒 搞什么的 有佩儒 有佩儒 大典 都在讲